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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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神话有很多的教育的启示意义 所以当我们去到希腊 就看很多的遗址 那每一个遗址几乎都有故事 所以那是人家文化的根 反观我们台湾 台湾这个地方 比方说包括在那个地方就好了 包括在那个地方 大佛像在清朝时代 那个时候是定军寨 大佛像那位置以前是定军寨 是有大炮的 有守军的 那日本来了就把定军寨毁掉了 盖了能久亲王纪念碑 那国民党来了就把这个能久亲王敲掉了 盖大佛 所以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留存 那个历史上的记忆 就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以前的一些地景 所以这个地景是相当好 像这个地景你看旁边都是遗址 那只有剩下一个房工 这几千年以前的东西它留下来 所以像这个东西 假如我们去希腊的话 不去走遗址 不去走这些房工的话好像没有去希腊 但是有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要破坏烂地 是不是这样 奉公 这是科洛索斯奉公 团索中有怪典的地方 过去这个生纯闻到技术 科里特导 希腊闻怀开始 这是科洛索斯奉公 就是科洛索斯奉公 各输入碗 各输入 alumni 偶出 各输入 次 医学 那个 家 非常的 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